推動交通運輸建設 政府正積極推進香港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 其中洪水橋站和北環線主線 分別會在今年內和明年動工 預計分別在2030年和2034年完成 同時全力推動跨境鐵路項目 包括港深西部鐵路、洪水橋至前海和北環線支線 促進香港和深濟聯通 深化醫療體系改革 為提升市民健康 改善醫療保障及質量 發揮醫療專業優勢 政府會全面審視醫療體系的定位和目標 改革醫管局、衛生署和基層醫療署的職能和分工 強化基層醫療促進健康和疾病預防 改善公營醫療服務 同時推進私營醫療質素效益和收費透明度改革 為市民提供高質素具效益 而可負擔的醫療服務選擇 並且支持人材培訓及科技創新 以持續提升香港醫療專業的世界地位和區域優勢 將香港打造成國際醫療創新樓 亞洲先進醫療中心 醫療人材匯聚地點及中外醫療交流橋樑 扣建關愛共融社會 我重視扣建和諧穩定關愛共融的社區 讓若細社群和有需要的家庭得到適切協助 政府採取精準扶貧政策 將資源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 措施獲社會正面回應 政府著重照顧有需要的長者 不斷加強長者服務 政府會將長者院舍照顧服務計劃 服務券總數額增加兩成至6,000張 讓更多體弱長者無需輪候 立刻入住自選安老院 接受政府資助的護理服務 政府著力支援照顧者 除了提供照顧者津貼、暫托服務 一站式資訊網站 和182、183照顧者24小時支援專線外 今年3月開始在荃灣和南區 使行地區服務及關外隊伍 支援長者及照顧者計劃 由社處培訓兩區的關外隊 主動接觸和識別有需要的住戶 配合支援專線 為長者及照顧者提供支援 為鼓勵及支援殘疾人士就業 政府會設立愛心僱主獎章 表揚積極聘請殘疾人士的僱主 推動成立更多聘用殘疾人士的社企 優化庇護工場 及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的服務及訓練模式 為殘疾人士 構建更加的職業康復訓練戒替 為促進女性職場發展 我們會與各界女性領袖建立網絡 並推出有理啟導 為女大學生配對高級管理人員有師 為支援在職家長 我去年宣布增設十所資助獨立幼兒中心 政府會再增設一所 提供一百個日間幼兒照顧名額 並將倫理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的服務名額 增加兩成半至二千五百個保護兒童 立法會已通過強制舉報約代兒童條例 規定社福界、教育界 及醫療衛生界的專業人士 必須舉報嚴重若疑個案 為支援少數續約人士 更好融入社區 去年提出增設的 兩間小數續約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今年內會投入服務 關外隊是政府完善地區治理架構的重要服務隊伍 政府會恒常化關外隊的撥款 並在下一期撥款中 增加資助金額五成 中文明人數不足 在通行內會場 這次互相組立行你 註 refugees 要清採